韓瑞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韓瑞洋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那個 就是藝術跟特技 那其實原本主題並這樣 其實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在從事3D電影的時候 需要具備怎樣的技術 還有需要怎樣的姿勢 可是我來又發揮幾個 也好像是一個分享揮的 分享說這裡到底是要做什麼 所以我現在要講 我可能就換一下 講說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然後從我小時候講到八竿 那剛剛是有提到說 我其實很像講說 我就是去摸咪人的 那個人的行照 然後大家看一下就是我那張照片 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放的照片 因為就是我其實從國中開始 然後就是還有到高中到大學 就是我每天餐都完全都是在睡覺 就是可以從第一節然後睡到下午 然後回家 然後連中午有時候都沒有起來吃午餐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原來我是有那個遺傳性停血 其實不是我很愛睡覺的 對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原本都是屬於那個 屬美術科班出身的 然後後來才轉型 做設計工作室這樣子 然後我非常熱愛創作 然後我那時候就第一次說 我要當舊世主 然後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其實跟這個名人 就是他想當國異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知道說 你讀科班 不管是讀美術或音樂 其實他會有一定的體制 會希望說你按照怎樣的方法 那你比較容易去深血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喜歡畫的這種方式 然後跟老師要求我的方式 完全都不一樣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我活得很痛苦這樣子 然後我又很不愛讀書 然後偏偏那個美術館 就是掛羊頭賣口 就是進去全部都要讀書的 其實不是要畫畫的 所以後來就很痛苦 然後像那個朋友好像也是讀美術的 所以我相信你可能也有那個 幾分感受 那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那那時候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我就是完全不按照學校老師的畫畫 所以我就自己發明了一個 奇怪的畫水彩的方式 那這個是左邊這樣子 就是你們的左邊 對你們的左邊這樣只是 就是我那個 國中的時候畫的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就畫這樣 然後我就比較喜歡畫寫實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我想把一個東西畫到很正 所以國中畫水彩的時候我就用這樣 那平常畫一張水彩畫 你考試的話可能要一個半小時就畫完 可是我畫這樣圖 我畫三個月才畫完 所以我完全不符合那個考試的規範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國人沒有痛苦 然後我也完全都不喜歡讀書 也沒有在讀書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朋友就喜歡看 朋友就看我會畫圖 所以就請我幫他們做一些 簡易的設計這樣子 所以我國中的時候就幫人家畫了 就是安全帽 那我相信可能有一陣子大家也會了解 就是有其實以前有一陣子就流行彩繪安全帽 可是那個我畫安全帽那個時代 比彩繪安全帽的時代可能 少說至少四五年 就我提早四五年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除了手工這樣畫 然後一頂用就賣個兩千塊 所以國中的時候 國三就小賺了一點錢 所以我後來摩托車盤 什麼都是自己出錢買的 然後他們都會出一些奇怪的主題 像這個就是聖母 可是抱那個鬼娃娃恰奇 然後下面那個是耶穌飛火箭號 然後他們就會出一些奇怪的東西叫我畫 然後我就要自己去把他想這樣 所以這全部都是自己想 然後自己畫這樣 然後所以就培養了 才在國中的時候 培養了一些簡單的那個設計的 幫人家服務顧客的一種能力這樣 好 那這個大概是我那個高松的時候畫的 那我畫完這張畫以後就發現 其實我有個習慣 我通常會很喜歡說 我每到一個時期 我一定要有一個代表自己的東西 那這一張就是我代表我高中的時候畫的東西 那我畫完以後 然後同學就說 欸其實國中跟高中好像都沒有進步嘛 就是 就是 國中的時候就是已經到達你能力的巔峰了 所以 我想啊 確實是我能力的巔峰 然後 我後來就想說 那可能要考大學 那我也一樣 就是 我就是一樣 你這種方式也是沒有辦法考大學 所以我其實 國中考高中也是吊車為基 那個第一次元 就是美術團第一次元 然後 可是高中考大學的時候 就很吃虧了 就是 因為我是有固定幾顆是好的 然後幾顆 像素科 學科就非常的差 所以就 一開始就考到 我覺得不是很好的學校 我覺得 就我覺得 不是我的第一次元 那樣子 那時候就 考大學以後 大家就 大家可能知道嗎 有電腦繪圖跟那個 那個 就傳統的繪畫 那 那時候我考到大學以後 然後 我就看 怎麼大家都在學 每一間學校都在學電腦繪圖 然後我都沒有學 我們學校都沒有教電腦繪圖 然後都是在畫那個 傳統的那個 那個 水墨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怎麼 好像 我們學校是不是很鳥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想 好那我就自學好 然後所以我就畫了 就是 你們的左邊那張圖 就是第一張圖 那那是 就是 電腦繪圖的一種 其中一種 然後我畫完以後 因為我還是 我習慣會po 那我放過去 然後就被大家 量到 爆出來 你這是小花家畫的嗎 然後我就覺得很賞心 啊可是我這個人就是有一種 個性就是 不服輸 然後所以我就 我第二張 這是我第一張 以他推特的作品 可是第二張以他推特 就變成那台桌子了 然後 然後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畫過 以他推特要畫這樣 就是 那一張圖畫大概 兩個多月 然後每天晚上 大概都畫十幾個小時 就每天都畫十幾個小時以上 對 然後那個點大概有幾十萬個點 那要一點一點填色 那樣子 那我就想說 反正我做的事情 就想要 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想要把它做到極致 那如果沒有極致 我就寧願不要做這樣 所以我第二張圖就做到這樣 那我也有個懷習慣就是 我只要達到我的目標以後 我就不想做 所以 那就是我後來 等於就是第一張 那就是第二張 從此以後都沒有再畫過 也要去 那你現在就好再畫這個 那我又要花很多時間 去想一下 這個要怎麼畫 所以就是我自己應該蠻奇怪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後來就轉學了 我就來覺得 學校教的 因為我就是想要學的東西 不是我要這樣子 那我本來其實是很排斥電腦繪圖的 我就想說 我要靠傳統繪畫 就是打到一個邊峰 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 學校怎麼都沒教 別人學校都有教 所以我就一直學電腦繪圖 那結果 學學好像就奇怪就著模了 就變成 我都不想畫那個傳統繪畫 然後全部都畫電腦繪圖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開始畫 就是電腦繪圖 那電腦繪圖的時候 因為 可能各位不是 就是 不是這個 這個產業的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那它會有分一個階層一個階層 就是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時代做出來的 等級都會 視覺效果都會不一樣 那在那個時代的時候 我剛好就接觸到 電影有什麼神味奇蛤啊 還是什麼變星星剛 我會覺得 喔賽那超屌 那我應該要學那個東西 所以我就跑去學那個 就是電腦繪圖這樣 然後我們畫一畫 接下來 那這顏色可能太深了 就是可能不太好看 就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 變得 做出來是蠻寫實的 這樣子 那畫一畫 我就覺得說 欸這個好像 是我要做的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時候我要辦一個畫展 那時候 我們跟同學有討論 就是說要辦一個畫展 然後就想說 好那我就最後一次動 動筆畫 就是 就是 以後就不再動筆 所以上面那個就是 我最後一次用那個 手繪的那個作品 這樣子 那這作品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 那時候大家都會 我們 我們美術戲 就是周邊的戲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對裸體這件事情 感覺好像很稀奇 就是每次 只要到期末 就有一個人就會裸體 然後出來 然後就有新聞啊 採訪啊 然後就覺得說 哇賽那好像很屌 然後我就想 我就有一個理念就是說 其實就是 你看這個蒼蠅 其實每天都在你旁邊 這樣飛來飛去 然後都在搞來搞去 你也不會覺得他很奇怪 他也是裸體 然後那個 魚在水裡面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他很奇怪 那我怎麼也就說 偏偏覺得說 你的裸體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創作了這個系列 然後就是做辦一個畫展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我就是後來 這個畫完以後 我就全部都是專攻電腦會組這樣子 那我留待一個 欸一天 很多時間要到了 還是先不要勾好 好 那後來我就 我就 啊我這個人就是要做到一個旗子嘛 那我 做完這些東西以後 我就想說 欸那時候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好像市面上都沒有這樣的教材和書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我要編一本書 所以我就 我就自己編了一本書這樣子 就是 就這樣子編一本書 好那這本書總共就只發行了兩本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自己用印表機印的 然後 因為我追求那個質感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一台印表機 然後自己印書 然後自己去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就發行了兩本書 這樣子 然後就這一個 對 好那 剛好就 剛好那時候 可能就過一陣子 然後數位那種產業就開始推動 那在國偶的那邊 就成立了 Sony的那個育成中心 這是第一節 那我就是 進入那個Sony育成中心參加 參與那個PS3遊戲的開發 這樣子 好那 好幾部場 這個是沒有資新的一個工作 所以只是提供一個空間和電腦 讓你們進去工作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開發出款遊戲去買 所以我做了這個 做到一般的時候去參加 台北電幻展參展以後 Sony就收起來了 我就用來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要做一個 然後 應該是說我就有接觸這些東西 所以學校就開始會有一些案件 教授會有一些案件給我 所以我就開始接觸公共藝術這個類別這樣 好那 我就開始畫這些東西 那畫完以後就覺得說 好像都做電腦的都不過癮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變成立體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3D一表機這種東西 那還不是在這時代 大概在兩年前這樣 因為我畢業了兩個 現在畢業了兩個 然後兩年前的時候 我說那是不是要看3D一表 3D一表機好像蠻厲害的 然後我就去問一下說 這個3D一表機一台多造型 然後我就跟我說一台要230萬 我想說哇靠 那家裡來了230萬 然後我這邊也是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我剛剛講說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就是我做事情要做到一個極致 所以我就開始接家教 所以我開始接家教 然後我後來接到一個禮拜的33個家教 然後我一個月的收入 當時家教就有6萬多塊的收入 然後那時候我才大學大概是3年級還是4年級 所以我累積前移到畢業的時候 我故意MV一年去做遊戲 然後故意MV一年 然後我身上大概有40幾萬 然後我又跟 我又去借了十幾萬 然後剛好新聞就開始炒作3D一表機 所以高接音表機又大量的價格往下掉 然後剛好就被我買到一百 大概接近一百萬左右的3D一表機 所以我就開始重申 我的接案的那個行業 把時間到 像我分享給大家 那我剛剛說我很厲害 就是我的工作室就這麼小一個而已 就這麼小 然後可以做到說 從你們設計組過來 然後我房裡面出來 然後再做量產 再做包裝 所以你在我這裡是得到一個 一條龍的服務 然後大家都高興 因為你包給別人 每一個常常都要賺一筆 可是你在我這裡就是 我是收你一筆這樣 可是還蠻大的 蠻大一筆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條龍就還蠻爽的 但是很累的 那我做的東西蠻多的 但時間不夠 可是快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然後這是人臉 然後那是手槍 那那個槍是真的槍 然後就是 真的可以發射槍的 然後那是賣到國外去的 那我也是有分間越南 還有印度 還有什麼一些奇怪的廠商 做一些合作 然後這是幫那個 黃鴻姐師傅做那個 藝術麵包 那我用3D練衣做麵包 然後結果我這個 他一做麵包一個就三萬六 一個麵包的臉三萬六 可是他後來去比賽 就世界比賽 結果他得到世界冠軍 所以我也沾了一點光 因為其實從他的臉的設計 可以看一下 就是從頭一組 然後到 列印出來 到那個模具幫他做出來 連模具就是我做的樣子 然後做出來 就全部一條龍 黃鴻姐也是接收一條龍的服務 那樣子 好 那這個也是 這個是電燈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 就是蠻屌的一個電燈 好應該說時鐘 那個時鐘 機電整合時鐘 然後是裡面繞那個燈室 這樣子 然後燈泡裡面會顯示出一點時間 好 那那個就是釣魚的那個捲人 那那個就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各位自己去揣測一下 什麼東西 所以我什麼產業都其實都有接觸 可是他這些東西 好 那這是剛出五 我今天早上再把PVD用完 就是8月5號的時候 在那個 我忘記是哪裡了 反正就是 這也是我們生氣的那裡 對對對 然後這個貓魂也是我們做的 有沒有 其實我們這時候 奇怪的東西都有做過 有個小節就是說 現在的世界其實不是需要求職者 而是需要一些工作的發明者 然後其實很多東西 優點就是缺點 然後缺點也是優點 像我剛剛覺得 傳統的美術可能是很難找到工作 可是他卻給我一個很紮實的定制 但我想要往什麼發展 都可以往什麼發展這樣子 然後實時發我一致心 然後 要我觀察的明確度 然後想想你可以為這個工具 創造什麼價值 也不是工具可以替你做什麼樣子 好 就這樣 好 來 現在開放的 這個問題 來 就三分鐘時間 有問題嗎 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是如何量產 是如何量產 什麼問題表記的人 應該 花的時間應該很久了 欸 在做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說 要做一個量產 一定要先要一個圓形 那圓程都需要模具 那 模具的話就比較麻煩 因為模具等樣 我不知道 那些東西就是 你在接案的過程中 你就會慢慢去瞭解到 客戶會跟你講說 怎樣的東西可以做量產 然後你久了就會累積那樣的經驗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圓形 加一個模具 可能你圓形第一個是一萬 可是你那個模具 可能也要五六千塊吧 但是你後面做出來的那個 假如是做一個杯子好 第一個杯子一萬 可是後來那個杯子 可能一個只要三十塊 對 所以大家都開心 然後 還有什麼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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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光頭是用金屬做的 對 那是無鏽鋼的 那我本身其實自己 有在開發一些東西 那本身呢 就是因為有一些 不是你那是金屬 那有光頭一次用 無數還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那光杯六公尺 那如果要六公尺 那如果要六公尺 那一秒是一個國家 放不下 那我本身其實自己 沒有要做一些金屬的藝術品 可是現在還沒做完 所以多毛開 那 就我剛剛有講 我的歌星就是 我要做就要做到極致 所以 等那個東西做完之後 就有機會 就是大家給你看看 好 還有什麼 我幾個比較關鍵一點問題 第一個是說 你覺得 如果3D電力這件事情 他就做的職業中 你自己評估他的市場規模 有什麼樣 再第二個是 他其實市場接受過的影響 第三個是說 你裝目前的話 你覺得自己的獲利狀況 怎麼樣 第三個是 你覺得 裝目前你自己的獲利狀況 怎麼樣 第四個是 你未來的展望 你希望到你未來的藍圖 你覺得 這個產業可以做成一個什麼樣 以你自己這樣發展 好 那我就很中和解答一下 因為3D電力 其實大家可能在 新聞上看到 都跟你說很強 就是很強 然後電力出來一個 只要30塊 然後才是幾十塊 然後 當然是 確實是這樣 因為有高階 有低階的機種 那我自己的機器剛好是高階的 那低階的當然是補了30塊 可是運出來以後 假如說 他說我會引你女朋友 可是那個女朋友 運出來 連你女朋友都看不出來 就是他自己這樣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用高階機器去引 那其實高階的機器 可能引一個女朋友 就要3萬 那我引一個女朋友3萬 你不想 他不知道要幹什麼 所以 那如果說把你女朋友拿去開國 你女朋友賣給別人 這樣好像也不是很正確的 這種東西 就是一定要選擇說 比較高攤價客 例如說珠寶 還是建築 這種 他們的出家價值比較大的產業 然後你下去執行 那你當然那個獲利就會比較大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 假如說一台疫苗機一百萬 那一百萬其實 對我們大家講的很小 就是對一般的企業一百萬很小 所以其實大家講一台疫苗機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假設說 你只有單純 所以假設說你只有單純的 就是靠列印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你如果去看市場上 可能前一年 就很多3D疫苗機的單純公司 陸間你可能點下去 可能有20頁 然後現在就點下去 可能只剩一頁不到這樣 因為就是它的削減 就是淘汰很快 那我們這裡的服務 就是有前期跟後期嘛 就是剛剛講的一條龍 所以我們這裡的服務 就是比別人更完善 所以人家才會 願意在我們這邊 就是做消費 那同樣就是說 剛剛講就是 每一個事業有他的週期性 那那個週期性 其實很快 所以我們也是要追求轉型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也是做一個公共共用的空間 那你剛剛可以看到 那個簡報裡面 我有一個設備 那一般的公共空間是 他提供一個場域 然後就除了場域 這樣去工作 但是不用很大的出鏡 可是我這個場域 提供的優勢就是說 我同樣可以花這樣的錢 可是我這個場域裡面 所有的機器 你想要身材的機器 你全部都有 那這也當然是 就是我自己的獲利粉 是他有一個移運的方式 這樣子 好 那時間也到了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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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